近日,一种新变异的新冠病毒在英国部分地区蔓延 目前包括丹麦、荷兰等多国已出现感染变异病毒的病例 多国紧急限制英国人员往来 英国政府相关部门介绍 变异病毒的传播速度比原先发现的病毒快70% 但暂无证据表明变异病毒更致命或疫苗对其效率会削弱 如何看待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力的增强 病毒的传播性增强和致病性是否存在关联 相应的防控措施是否还需要提高 对此,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三院感染科副主任林炳亮表示 病疫病毒的出现并不意外 病毒的传播力强 一般指的是病毒与受体的结合能力高 它比较少的病毒量的话 它也可以算给别人 主要讲的就还是它的结合能力 它的跟受体的结合能力高的话 新核力高的话 它就容易就进到18里面去 你个人的防务很重要 而且很一直有用 林炳亮表示 病毒的传播力和致病性是两回事 新出现的变异病毒的致病性 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它这个小岸性跟它的一个疾病性是两回事 疾病性的话呢 它是有双方面的因素的 所以它的疾病率的时候 一个是跟它的进入体内的病毒量 是有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可能还要跟你的机体 跟这个病毒之间互相斗争的这个结果 可能有关系 所以呢 不能说它的发生变异之后 它的疾病率就会降低或增高 还是要跟它进入体内 叫它的各种相互基建的防疫有关系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福华表示 面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 中国的外防输入的压力依旧很大 它认为中国现有的防疫举措是足够的 但依旧不能放松警惕 要将防控的各个方面都坐到位 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尽管我们现在国内 我们外防输入 这个畜生还是炸的挺严的 但是毕竟全球有传播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放松警惕 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各方面的 这个人流物流 比如说这个通过物流的传播的 特别冷量的东西 那么冷量就快就很复杂 那么但是呢 如果每一个步骤你都做好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感谢观看